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这个书名是特别恰当了描述了你二十年创业或者说四十七年整个的人生吗 这最合适的一个标签簿 我更愿意用这个书名的是因为我自己曾经做过一些颠覆性的事情 更重要的我想把颠覆式创新或者自我颠覆这种想法能够传递出来 那你说这种打破规则的创新会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吗 所以才能被你冠为颠覆者 对于小公司来说 渐进式创新几乎没用 因为市场已经被巨头占领 只有颠覆式创新 我一定要跟你玩不一样的游戏规则 这种才能成为颠覆 对于很大的巨头来说 他们不喜欢颠覆式创新 但是它足够体量足够大 它通过渐进式的这种改良 它就给把市场给摁住 当时正在弄反而要开始使用 所以还在调试 还没进驻呢 这么大呀 我觉得你这个装饰的风格 不是特别互联网 不是特别的 哪有风格叫互联网 每个人的办法是都不一样 因为这个屋子要放音乐 所以这个屋子要做很多的音响的处理 那你桌子在哪儿 没有桌子 不需要桌子 你怎么办过 不需要桌子 这坐着就开会了 这就是货型 我们没有专用 我们从这儿上来吧 不是我们那个扶梯 那个鸟笼是在哪一层 这楼 我们这不是互联网 是的 原来我们不是互联网 这个相当是 必须是 我们这边上一个楼滑枝 你要滑下去吗 我就不滑了吧 是啊 你这事比较适合 你跟我一起滑我就滑 你先滑下去 然后你滑 我眼睛都这样 就算了你滑了 又不用眼睛滑 这个楼里招了多少人 这个这两栋栋 装了一个几千人滑 嗯 连墙上装饰都能想到 对 快 我刷一下 你先 颠覆往往 是一个不经意的结果 还有一种呢是 被迫颠覆 就是你是被逼得走投无路 比如说当年我 最早的时候 最开始我并没有做免费杀 卡巴斯基跟我合作 推了很多半年免费的版本 发现很受用户欢迎 那么他后来就不愿意做了 他就想改收费 他就把合作中断了 嗯 那这种逼得我没有办法呀 这个 叫自己搞啊 嗯 等我自己搞这个杀毒呢 你说跟他们竞争 你说我当时吹嘘 我的技术好 用户相信嘛 也不一定 对吧 所以干脆就搞个彻底的 把他们明天搞死 你有想过最坏的结果吗 哎呀 所以我有一点也想说 可能我预济 我真的这件事没有想到那么长远 嗯 也因为想到那么长远 因为你想了太多就不敢做了 第二个呢 我好歹是干互联网的 互联网有一个基本的信条 就用户很重要嘛 嗯 就只要用户在 你都总是有办法挣钱的 在你发出这些动作的时候 他们有私下跟你聊过吗 比如你不在合作的卡派司机 比如说瑞兴 一句话总结吧 就是说您不仅要砸我们饭碗 还要砸我们的锅 意思就是我们以后跟你 施不两立不公带听 为什么他们没有选择跟进呢 你不也自攻了吗 所以这就是比勇气嘛 并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练鬼话宝典的 为什么你行他们不行呢 我在想我要一年有十亿的时候 我可能也下不了这一刀 嗯 那你那时候想到最好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真的没有想那么多 你说我一点没想可能也不对 但是你要是说我想了很多 我也记不清了 应该想太多最后也想不通 因为很多人 中国有一个不太好的一个潜规则 就是说很多人成功之后 再来写书或者做采访 他们会选择性的描述自己的过程 他们会进行很多艺术修饰对吧 以至于你读到的都是伟大 企业家高瞻远瞩 运筹帷幄 但实际上事情的真相往往不是这样 企业家也是从小到大 也是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 没有想到这么周全 没有想到这么缜密 但是凭着一种直觉和勇气 可能就去做了 有的时候人是需要有点孤注一致的精神 有的时候人是需要有点孤注一致的精神 感谢观看